25年前,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,非法袭击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,造成包括三名中国记者在内的数千名无辜的平民丧生。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北约犯下的这一野蛮罪行,也绝不会接受这样的历史悲剧重演。 塞方和中国驻塞尔布亚使馆每年均举行相关的纪念活动。